畫面上是仁愛區的疫苗施打店 仁愛區公所六樓 首度的莫德納疫苗施打 市長林佑昌特別到現場 與長輩們互動 了解施打的狀況 而長輩們認為 市府團隊安排得很好 動線環境很舒服 不用等很久 相當感謝市府防疫團隊的 專業與用心 吃快吧 吃快 吃快 我們來吃 很順 對 感謝 謝謝 什麼感覺 都沒有 對 完全沒有 你好 你好 謝謝 休息一下 沒問題 回去多喝點水 然後休息一下 謝謝 因為打疫苗 有時候會有一些反應 不會 謝謝 今天上午特別來看 我們金融市莫德納疫苗開打的第一天 那為什麼安排在今天 因為今天是禮拜六 我們這一次是開放75歲以上的長者 再一次進行集中的施打 那我知道從8點10分 我們是9點才開打 那8點10分就有長輩來排隊 所以我們這個施打點 大家看到人非常的多 非常的踴躍 我們是提早了45分鐘 在8點15分就開始開打 那整個秩序都非常的良好 然後這個阿公阿嬤打到疫苗都很開心 市長表示我們金融採取的是細針 所以打起來沒什麼痛感 區公所 衛生所跟醫療團隊 做了很細心的前置作業 讓來施打的市民 感覺非常的舒適 很放心 1cc的那個針 但之前的針比較粗 之前那個是3cc的針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講說 打下去的時候沒感覺 是 上市比較好 鑄掉啊 好 謝謝 阿嬤 謝謝 不會 謝謝 不會 謝謝 我請他們拿個椅子過來給大家 不會 那至於昨天這個環南市場的一個事件 我想這個其實之前我已經提醒非常多次了 那個傳統市場就是一個很重要防疫的重線 我們不能讓市場變成一個破口 不過很可惜 之前柯市長輕忽了市場的一個重要性 我想其實這根本就不需要這個教科書 教科書上面沒有寫的東西太多了 如果是照著教科書在防疫 或者照著教科書在治理城市的話 我想這樣子很不專業 那這個應變的能力是不在教科書裡面的 我想我們應該面對這個事件 應該有更多的一個去用心 然後能夠深入 我想市場是一個防疫的重點 這一點是顯而易見 其實不是醫師 大家也都知道 記者黃靖生採訪報導